歡迎大家來到用嘴巴去旅行的葡萄牙片 今天我會示範做這個薯蓉青菜湯 材料方面都非常簡單 這個是4-5碗的份量 包括有0.5湯匙的橄欖油 1茶匙的鹽 170克的葡國腸 或者在我這裡用了西班牙腸 1.5個薯仔 半個洋蔥 400克的羽衣甘藍 液體方面我們會用950毫升的雞湯 不過因為我是買現成一盒盒的雞湯 我嫌它比較鹹 所以我將其中三分之一變成清水 做法方面我們首先將洋蔥切粒 羽衣甘藍的處理方法就是 我們會將它的葉扯出來 將中間的框不要 然後我們就把它切細快一點 然後我們可以拿些羽衣甘藍去洗一洗它 浸一下水 拿乾水之後我們可以用手握一握它 讓它的體積沒有那麼大 薯仔我們首先把它削皮 然後就拿去切片 厚度都沒什麼所謂 最重要就是平均就可以了 腸仔也是切片備用 這個厚度也是視乎個人的喜好 你喜歡切厚一點也可以 切薄一點也可以 好了材料都準備好了 我們真的開始煮了 首先將橄欖油放入鍋裡 燒熱之後我們就可以用來炒這些蒲國腸或者西班牙腸 炒到它們香口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拿起備用了 鍋裡的油千萬不要丟掉它 我們用來炒香的洋蔥 炒到洋蔥變成半透明的狀態 我們就可以加少許鹽去調味 炒多兩炒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我們的薯仔 還有1茶匙的鹽 水和雞湯都可以放進去 然後我們攪勻它之後就可以把它煮滾了 滾起了之後我們可以把火收細 然後再蓋蓋煮多15至20分鐘 直到薯仔淋了 15至20分鐘之後就可以檢查一下薯仔夠不夠淋了 如果匙巾是很容易可以把它壓爛的話 即是代表它已經夠淋了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這個壓薯蓉的工具 把薯仔壓爛它 壓到多爛都是視乎你個人喜好 我自己就喜歡壓到它爛些 喝起來湯都會比較滑些 下一步我們就可以把雨衣甘藍放進湯裡 你可能會覺得沒可能的 那麼大堆雨那麼難怎麼放得下 但是就好像變魔術一樣 只要你逐步逐步一小絕一小絕地加 你就會發覺它一放進湯裡很快就會縮水 所以慢慢來就會加得完 當然你可以用一個大一點的鍋 就不用像我一樣要很小心翼翼 怕它會寫出來 最後就可以加上香腸下去 然後蓋蓋 小火煮它大概30分鐘就完成了 30分鐘之後就煮好了這個湯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檢查一下鹹度夠不夠 如果不夠鹹的話 記得再加多點鹽 但是我這一鍋就剛剛好 那我們就完成了 可以上碟 這個湯是不是很容易煮呢 我最喜歡它淡淡雨衣甘藍 吃起來滿足之餘 也是非常健康的味道 大家快點試煮這個薯蓉青菜湯 接下來我會繼續示範 怎樣煮更多葡國菜 大家記得留意我 Minus Hungry Planet 用嘴巴去旅行 下次見 ig便宜 歡迎 進ina